大家好,我是平安 欢迎来到这个通过改善你生活中的细节和思维方式 来帮助你提升你的振动频率、能量磁场 让你的生活更顺、运气更好的地方 今天我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灵魂出窍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才是灵魂出窍 第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灵魂出窍的一些体验 最后回答一些网友的提问 那什么是灵魂出窍呢? 英文名叫做out of body 就是指自己的灵魂和你的意识 游离于你的身体之外,跟身体分离开来了 你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 但是你的意识却是非常的清醒 你可以思考、可以感官 甚至还可以控制自己灵魂的行动 很多时候有一些练习、冥想、气功、瑜伽等精神修炼的时候 也会发生灵魂出窍的现象 他们可以在出窍的时候去到很遥远的地方 看到那里发生的事情 当然有时候这种现象也会自然的发生 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人 记得自己曾经在睡眠的时候有过灵魂出窍的体验 灵魂出窍的人是完全清醒的 他可以清晰的思考和清醒时一样的接受外界的讯息 自由地控制自己的任何的行动 而且行动会比清醒的时候更加方便 因为灵魂出窍后没有了肉体的限制 很多平时做不到的事情都可以在灵魂出窍的时候做到 举个例子来说 你可以在出窍后飞 也可以穿墙过壁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我灵魂出体的感受 记得第一次灵魂出体是在半睡半醒之间躺在床上 那我就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的浮起来 然后呢我就游离在我的床的上方 当我转过头看见自己的身体 我真的很清楚 我能看到我床的左边是什么 右边是什么 但那个因为可能是我的第一次灵魂出体 所以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看到了自己躺在床上 然后看到了床周边的环境 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怕我自己回不去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第一个反应就是怕自己回不去 然后我就唰一下子就回到身体里面进去了 这是我的第一次 那我的第二次出体呢 就是可能因为我第一次的经验 过了很久一段时间的 我仍然是这样的站起来 然后可以看到周围 那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比第一次好多了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能回去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 我当时就是在我睡觉 我睡在床上吧 这边是个窗口 我当时就想试着 就是能不能自己穿过那个窗口 出去玩一下 可是我的手去碰那个窗口的时候 我就想穿墙肘壁的那种 碰的时候我的手就是怎么碰也碰不住去 就是我的能量可能还没有到可以穿墙走壁 然后我一碰 碰了两次碰不上去的时候 我就又回到了身体 之后第三次呢 也是我因为有了之前的两次 所以我偶尔睡觉的时候 我就会尝试着让他自己灵魂出体 那也是因为我有长期冥想的习惯 所以我有一些这样的控制力 那我第三次起来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就是经过前两次的尝试 我第三次的时候呢 我可以出去了 就是我可以从墙上这样穿出去 我也不知道去到哪里 就是但是我每次出体之后 我每次尝试出去 我去到的地方都是那些就是 应该是灵界吧 就是那些明界 那我去到的地方 我试过好多次都是坐着巴士 然后呢 我就上巴士 然后就看到好多的人 有小孩有老人 但是我跟他们说话 他们好像都看不到我 没有人知道我在干嘛 那好像都不理我 那其实我想也许是他们看不到我 那后来又有一次呢 就是最后的一次 我觉得是因为 我好像又去了这样的一个明界吧 然后我就去到了 好多好多人在天桥上 然后要进入一个酒店 那我进去的时候呢 在那个天桥上 我看到好美好美的风景 然后人来人往 我也看到一些我以前曾经的熟人 就是他已经走了 离开的那些熟人 然后我跟他们打招呼 他们都好像看不到我 然后呢 就是那一次的时候呢 我无意中呢 就好像有两个人认识我了 就是他知道 我好像不属于他们那儿的 然后他就招呼了大家 就一直所有人都进来围观 然后我就害怕 害怕我就一直往外跑 跑跑跑跑跑 我就早跑出路 跑出路 一直跑跑跑跑 跑到大院的门口 然后很多人还是围着我 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也有晚上就是念咒的习惯 我当时就很害怕 害怕到就是我要念咒 念阿弥陀佛 然后念那个 Om Ma Ni Be Me Ho 然后念着念着 突然之间 我就回到自己的身体了 好像自从那次之后 我觉得再也没有离开过 就是再也没有尝试过灵魂出体 有了这种体验之后呢 我其实每次出去 我都是很想去先见 就是感受一下先见是什么样的 然后也想知道 那个彩票投奖是什么样 因为我也是很俗的一个人 虽然我也会一些灵魂出体 或者我也长期冥想 我也念咒 但人总是脱不了书嘛 可是我从来从来都没有去过先见 也没有看到过彩票投奖 我只是经常去到明界 后来我就被吓得再也不敢出体了 这就是我的灵魂出体的感受 接下来我们就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 灵魂会主动出体吗 正常情况下呢 灵魂是不会主动出体的 除非呢灵体主动离开和脱离路 灵魂出体代表死亡吗 灵魂出体呢未必就是死亡 很多人体验过身体受伤后 昏迷之后再苏醒 就是灵魂又回到了身体 灵魂出体会不回来吗 肉体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时间长了 灵魂出体不回来呢 就会呈现死亡 脑死或者植物人 灵魂出窍 从人体哪个部位出窍 从头顶的天灵盖出去 如何才能灵魂出窍 我有早上起来 长期冥想的习惯 也有晚上睡觉 长期念咒的习惯 所以久而久之呢 我又加上一些呼吸法 就很容易灵魂出窍 出窍以后 如何去掌控自己 能想要去到你要去的地方 这个我却没有 我却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那如果你想学 怎么样灵魂出窍呢 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当然了 如果我也可以跟你分享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专门的 做一期节目来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话题呢 可以给我留言 好那么感恩你的到来 我们下期继续 如果喜欢我呢 请点赞 还有点小铃铛 下一期节目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 收到通知